在传统的观念中,家庭和睦,兴旺发达,是人们所追求的理想生活,古人的经验之谈中,就留有六人来串门,家败才不存这样的老话,这句话流传至今,提醒我们要警惕一些可能给家庭带来坏影响的人,那这句话到底指的是哪六种人呢?如果这六种人经常出入你家,一定要当心,因为这不是啥好兆头。 解读国学经典,传承中华文化,欢迎订阅禅世界。 经常试赌之人 赌博是一种恶习,不仅可能导致家败,还可能使人妻离子散,如果你家里有试赌之人,一定要引起重视,尽量不要让他们再来你家串门,因为赌博这种恶习具有极强的传染性,一旦你和他们来往密切,很容易沾染上这种恶习,而且他们可能会向你借钱赌博,最终导致你家财两空, 因此,为了你家庭的和谐和财产安全,请远离是赌之人。 历史上也有很多人痴迷赌博无法自拔,汉宣帝刘勋,这位作为中国历史上有名的贤君,统治期间,汉朝政治清明,社会和谐,经济繁荣,肆意宾服,综合国力最为强盛,史称孝宣之志,西汉中期。 由于民间富庶,玩乐赌博的风气很盛,例如斗鸡赛马下棋等各种类型的赌博都十分流行,这位监狱长大的皇帝,经历了三教九自然也是对赌博的嗜好,并且也精通其中的赌术。 据说刘勋在未成皇帝前,曾输给了赌坛高手陈岁,当上皇帝后,就赐封陈岁为太元太守,为的是还赌债。 还温东晋政治家,军事家,全臣,这位北伐中原驱逐葫芦,收复国都印马黄河的人物,被称为东晋版曹操,这位兼具英雄本色和东晋名士放荡不羁的性格。 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他特别喜欢赌博,桓温自小便爱赌博,但赌技不佳,经常输得金光,欠下一堆烂债,债主多次催他还钱。 他只好去求当时的赌博高手袁丹帮忙找回场子,正在扶桑期间的袁丹二话不说,脱下校服,直奔赌场,在桓温的安排下,袁丹和债主对赌,每局赌注十万钱,连赢几十局,债主输得面无人色,品德不良之人。 如果你的家里有品行不良的人经常来串门,那么对你自己和家人的道德品质可能会产生不良影响,他们会传播一些不良的思想和观念,甚至可能引诱你或者家人甚于一些非法活动。 因此,一定要谨慎选择来往的朋友,尽量避免品德不良之人来你家串门,爱搬弄是非之人。 生活中,总有一些人喜欢背后议论他人的是非,传播闲话。 这类人若经常出入你家,可能会将你的家庭琐事传播出去,让你和家人陷入尴尬的境地,同时,他们的存在也可能影响到家庭氛围。 使得家庭成员之间产生误解和矛盾,为保持家庭和睦。 对于这类人,我们应尽量减少接触,避免因他们的影响而让家庭陷入困境。 普通人大嘴巴,爱说闲话,下爱发牢骚,也许只是遭人讨厌。 但要是身居高位,尤其还处于古代社会,还爱说闲话,爱发牢骚,那可就不单是遭人讨厌了。 也许还会惹来杀身之祸呢? 比如隋朝名将赫若毙,本来是战功累累的将领,但终究还是因为闲话太多,牢骚太多,而死于非命。 说起来当初赫若毙的父亲赫若敦,也是因为说话不当而死的。 赫若敦因口出怨言,为北周晋王宇文护所不容,逼令自杀。 赫若敦死前也是很后悔啊,告诫自己的儿子,我是因为嚼舌根而遭致杀身之祸的,你以后可不能再犯了,并用锥子把赫若毙的舌头刺出血,告诫他要慎言。 老爹都以生命作为例子了,但赫若毙当时答应的好,后来并没有做到。 或许赫若当真这个嚼舌根的加封比较重吧。 喜欢投机取巧之人。 自古以来,投机取巧的行为就被认为是不可取的,如果一个家庭里经常有投机取巧之人来串门。 那么,这可能预示着这个家庭可能会遭遇失败,因为投机取巧之人缺乏脚踏实地的精神,他们总是想着如何快速致富,而不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实现目标。 这种人就是典型的心比天高,命比纸薄的人。 如果经常接触这种人,不仅可能导致你家庭的经济出现问题,还可能使你的家庭成员产生不劳而获的思想。 因此,请远离投机取巧之人,以免对你的家庭产生不良影响。 爱传播负面情绪之人 情绪是会传染的,一个消极、悲观的人可能会影响到整个家庭的氛围。 经常接触那些喜欢传播负面情绪的人,可能会让你和家人感到压抑和担忧,从而降低生活质量。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,我们要学会选择与正能量的人交往,远离那些总是抱怨、发牢骚的人,以确保家庭氛围的和谐与温馨。 在漫长的楚汉之争中,项羽最后还是败给了刘邦,最后在江边殊死搏斗中选择自吻,西楚霸王就此命丧于江边。 对于项羽来说,项羽所带的部队曾经是屡战屡胜,项羽对于自己战败事实上并没有重新来过的念头,妻子自杀军队破灭。 最终无言面对江东父老,内心惭愧之下,自吻于江边,他失败的原因与过于悲观离不开关系。 项羽在打败仗时没有胜败乃兵家常事的意识,在楚汉争霸之时,项羽被逼退到江边,随传的手下一再劝项羽留下性命,还可以东山再起。 但项羽一直认为自己无言面,在见到父老乡亲们最终终结生命,在江边抵抗敌军身受重伤后决定自杀,以此来谢罪。 项羽不愿以一个逃兵的样子退回江东而选择自杀,项羽对于败仗保持了消极态度,项羽战败后的观念始终没有在三国时期的曹操那么乐观。 胜败乃兵家常事,留性命在可以东山再起,对你有所图的异性之人。 俗话说,色字头上一把刀,异性之间的交往务必谨慎,如果家中频繁出现对你有所图的异性,务必提高警惕,这些人可能会在情感的幌子下诱导你进行不正当的消费或投资,甚至可能导致家庭破裂。 因此,在与异性交往时,要保持清醒的头脑,切记因一时的情感冲动而误入陷阱,给家庭带来损失。 历史上潘金莲的故事就很好地印证了这一点,武松江进京功干。 回家来与哥哥告别,潘金莲乘机向武松挑逗,武松为人光明磊落,见状言辞呵斥,潘金莲恼羞成怒,将武松逐出门外,不多时,武大回来,武松嘱咐哥哥,等他走后,要多在家扫外出,早早有什么言语也要忍耐,等他回来再做计较。 一日,潘金莲挑拎尸手,将竹竿打在西门庆头上,西门庆乃是阳谷县的恶霸,见潘金莲娇饶动人,就与西林王婆定计勾引。 不久,是被小贩运歌得知,告知武大,武大敢治王婆家,西门庆反将武大踢伤,又将武大堵死,并仗势吩咐练尸的何九叔。 将武大尸首焚化灭迹,武松公干回来,看出破绽,特被水酒,邀请众亲临问讯,追处了真情,向官牙告状,可是县官受了西门庆贿赂,反打了他四十大板,武松义愤填膺,赶知狮子楼将西门庆杀死,回家又杀了潘金莲,报了凶仇。 在现实生活中,我们需要学会分辨这六种人,并尽量避免与他们过多的接触,古人的忠告给我们敲响了警钟,提醒我们在与人交往时要谨慎,以保护我们的家庭幸福和财富积累。 对于已经出现的这类人,我们可以选择适当的疏远,以维护家庭的安宁,同时,我们也要时刻提醒自己,不要成为别人眼中的串门六人,以免给自己和他人带来困扰。 总之,六人来串门,家败才不存这句老话,并非空穴来封,如果你家里经常出现是赌,品德不良,搬弄是非,心态不正,居心不良,和投机取巧之人, 那么我们一定要引起足够的重视,避免让这六种人来你家串门,以免给家庭带来不幸,愿你谨慎交友,珍惜家庭,远离恶习,走向幸福美好的生活。 解读国学经典,传承中华文化。 欢迎订阅禅世界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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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�